你在看什麼啊 當然是在看很無聊的漫畫 哈!好無聊啊 欸!不如我們可以去我們家附近的腳娃娃機 聽說他們的東西平均好又很便宜 現在疫情很嚴重,還是比較好了 但我們也可以在家製作一個手工腳娃娃機 好啊,那我們現在去製作吧 我們現在要做第一次的實驗 就是我們要看哪一個程度的軟管 比較省力 我們要做三次的實驗 第一次實驗我們要做120公分的軟管 第二次實驗我們要做90公分的軟管 第三次實驗我們要做60公分的軟管 第二次我們要做120公分的軟管 看球可以走多遠 我們現在要開始做我們的實驗 我們現在要來做90公分的軟管 我們現在要開始 健碩的考驗 我們也要做60公分的軟管 油麵 基本就是現場成績的 我們現在要做第二次的研究 我們要看哪一種戒指可以比較省力 和最低壓力的什麼研究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90公分的版本 可是我們這次做的戒指是空氣 我們這一次要用水 這次我們裝的是汽水 我們現在要開始來做洗面 我們現在裡面有裝油 我們第三次研究 我們要看哪一種大小的針筒 可以比較省力 要測的針筒有25cc 10cc還有5cc 我們現在要開始實驗 我們這次要來測試10cc的管子 現在要用5cc的針筒 那我們來測試吧 我們現在要做夾娃娃機 為了做出比較省力的抑壓的方法 我們做了三種不同的實驗 第一次實驗 我們是用軟管來測試 來看軟管可以讓球推的多遠 120公分的軟管 還有90公分的軟管 還有60公分的軟管 可以推的球越遠 第二次的研究 我們利用四種不同的介質 來看哪一個把球推的比較遠 我們有用了水 空氣、水、汽水和沙拉油 我們發現水可以把球推的比較遠 我們第三次的實驗是用針筒 來看哪一個把球推的多遠 我們有25公分 25cc的針筒 還有10cc的針筒 還有5cc的針筒 我們之後發現 最短的針筒 可以讓球推的最遠 我們剛剛講的三種實驗 我們會把它的定時 來做這個完整的小娃娃機 我們是用5cc的軟管 然後因為我們想要讓它運作的越來越順暢 所以我們就選了水這個介質 就是用最小的軟管 這樣子它就可以變得比較順暢 就不會那麼容易就壞掉 接下來要開始完了 你一定要去死吧 預備開始 這就科學太有趣了 這就科學太有趣了 再來一次 一個女生